得了颈椎病这三件事不能做一定要注意 大家好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马学红 有颈椎病的朋友呢先别着急划走 点个免费的小红心 避免以后呢找不到 如果你的家人或者朋友呢有颈椎病的问题 请告诉他这三件事不要再做了 第一不要使劲的左右转脖子 容易造成我们环束关节的错位 从而出现头拥头痛甚至出现失误模糊 第二不能随意的按摩 对于颈椎病的患者来说 非正规的正骨按摩可能是致命的 因为患者有颈椎病时 不猛患者的脊髓呢 已经处于轻微的受压状态 当按摩时用力压迫脊柱时 脊柱可能会受到短暂而剧烈的冲击 可能导致神经功能瞬间恶化 最严重的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高位截瘫 第三点不能剧烈运动 像开卡丁车碰碰车这样的运动 不适合颈椎病的患者 因为在玩的过程中会导致颈椎损伤 严重的甚至出现高位截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